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 洛杉磯大學球星大鼓翔平 狂晚不出旅館 只不過從抵達首尾後 就入影隨行的翻譯水人一瓶 已經因為涉嫌遷阻 慘到開除 水人一瓶被突然解僱 引發炫然大波 更搶走大鼓前晚 插出兩支安打 幫助球隊贏得比賽的焦點 稻奇從大鼓到總教練 對這件事則是三間其口 只確定大鼓 還是會代表稻奇隊 在首爾高級巨蛋 和聖地牙哥教師隊 進行大聯盟首爾海外戰的第二戰 只不過外界也擔心 大鼓接下來會不會受到牽連 儘管美國大多數的州 開放運動博弈 但稻奇隊所屬的加州人屬違法 如果大鼓是在知情的情況下 幫助人償還賭債 就可能被加州法官 認定涉及賭博 最嚴重可能終身 無法來加州從事職棒 而且大聯盟內部 也可能因為遷阻案 是否涉及棒球項目 而給予競賽或是法官的處分 目前稻奇隊也迅速替大鼓找新翻譯 將要新任稻奇隊營運部門 績銷運經理艾爾頓接任 他除了15歲以前 就在東京長大 精通日文 還曾是日籍投手千年劍態的翻譯 和日本選手交流也算首席 希望能盡可能介紹水恩解質 對大鼓帶來的衝擊 三地新聞 穩住報導